许多店家做生意呢都会装设监视器防盗 而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有一间店 在其楼底下就装设了一个巨无霸的监视器 号称是全台最大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有监视器 因为很不活在楚门的世界 不过这只监视器会不会大的有点太夸张了 这是一般大小监视器 有人把它放大了一共放大了15倍 超大监视器有多大 拿一般监视器来比较一下 普通监视器大小长27公分宽15公分 但是这个特别打造的监视器 长有2米宽90公分 跟普通size相差有15倍这么多 住坝监视器号称全台第一大 这可是高先生南下台南 找专门制造工仔的工厂打造 材质是玻璃纤维花费了7万元 因为我们本身在做监视器的嘛 那二来是说因为这个圆通路口 常常在出车祸 对那我讲说 以其这样我干脆装一支 大支一点的模型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镜头 超大监视器不只有好看而已 还真的有录影功能 而且是高画质付FD 跟一般摄影机比起来 画面锐利又清晰 业者打造超大监视器不只耍噱头 也希望能够发挥功效 而耍巧思的还有这家 店门口挂着一个大布条 难道是在抗议吗 经过查证原来是烧烤店 怂容的字眼不止吸筋 老板更希望留住客人 还有这间饮料店 酸梅糖变成了吸血鬼了眉 珍珠奶茶取名叫做黑白无常 点个饮料路人不注意都难 业者宣传产品想破头 不光是文宣 招牌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才能留住 消费者不光 中文新闻阿公买卖陈嘉明 赖剑是少计阳新美食报道